在广州得比的第18场交锋中,又是一场进球大战,但最后胜利者是广州恒大,并且也完成了对于广州复利的复仇。 保利尼奥,塔利斯卡,高拉特三大巴西外人也没进球,向广州复利的后防线变得风声鹤唳,卡纳瓦罗也需要好好感谢这三名外人的出色发挥。 不过,在影响广州得比的时候,恒大球迷却有些担心广州恒大未来的接班,因为本场比赛首发出战的U23球员冯博轩,整个半场45分钟的比赛发挥, 可以用超级低迷来形容,这场广州得比冯博轩,是顶替杨利云首发,比起杨利云上轮对阵天津太达顶替高林,冯博轩是顶替于汉超的位置。 面对广州复利的后防线,冯博轩在右边路的表现陆陆无为,传跑意识还需要多提高,而且主发脚球的脚法也需要多练练,一个大脚就开到了球门另一个方向,导致球队直接浪费。 而在上半场即将结束的时候,冯博轩接到高拉特的直塞球形成单刀之时,但最后的射门没有控制力度,球直接高出球门,在下半场预开场,卡纳瓦罗就用于汉超换下,来发挥低迷的冯博轩。 比起获得大量出场时间的杨立宇,冯博轩这次首发发挥不佳,原因之一和他出场时间少有关,但还是逃不过排赛全队评分的最后一名。 如果下轮连赛继续首发表现不佳的话,就会被俱乐部停赛一场且下方预备队,这肯定不是冯博轩想要的节,或,上轮广州恒大客栈天津太达的比赛。 杨立宇由于发挥低迷,而这场广州得比直接被卡纳瓦罗启用,连18人比赛名单都没有净,所以冯博轩自然会有所担心自己,会不会和杨立宇一样。 其实,在很多恒大球迷的印象中,也是比较看好冯博轩,所以冯博轩要想在广州恒大这样的冠军球队里踢上主力,还是要付出非常多的努力,这也是前提条件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